大家好,又是我鄉口卡洛,今天要玩的GTA Online 今天是5月23日星期四 我們又來看看今個星期GTA Online的最新資訊 今個星期廢車回收場的載具盜竊任務 分別有 蜜糖尼盜竊任務 要偷的是桑托盜竊 道根盜竊任務 要偷的是恆者STD 以及貨船盜竊任務 要偷的是陸上專家托方者 今個星期豪華車業展示載具分別有 FR36 以及穿刺者LX 另外專名車業的5架試駕載具 全部都是買車網移除的載具 分別有 JB700 馬砂高 典範 疾速GT 以及可以燙逢的疾速GT 今個星期樂勝都車序中的獎品載具 是艾絲蟲 獲得的條件是連續四天 在一場樂勝都車序系列賽中 名列前三名 而三架四架載具 都是賣車網移除的載具 分別有 馬砂高賽車 770 這架770 正在做7折 以及經典疾速GT 另外R號特製改裝試駕載具 是強別筆 今個星期賭場裡面的台上載具 是隨行者M2 屬於鑽石賭場搶劫的DLC 特價車方面 除了剛才所說的770 正在做7折之外 Legendary的冠軍正在做6折 以及雅格納都正在做6折 班尼原創汽車工作坊 史必特正在做6折 在今個星期購買冠軍 雅格納或史必特 就會解鎖這件浪子T書 防地產方面 今個星期購買日食大盜車褲 在做差折 包括它的翻收項目 另外在機械雙型車道 購買原子寶手槍 在做半價 猜試方面 有7個全新的社群猜試 這7個社群猜試在做3倍 巴主之爭系列的競爭模式 在做3倍 另外找到結束得的包裹 在做3倍 除此之外 廢車回收場的零件回收速度 在做雙倍 今天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另外順便在這裡說 今個星期的時間挑戰賽 就在發電站 而阿奧特製改裝時間挑戰賽 就在朗恩艾特梅茲 因為RC時間挑戰賽 和拉機排提神飲料時間挑戰賽 是日體 所以就不在這裡說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過去挑戰一下 今個星期的最新資訊 Wordstar又是射咎我們 廢車回收場的零件回收速度 雙倍是甚麼呢 我不知道再據盜竊 有沒有偷回來的車 回收零件 是不是又是雙倍速度 但我不會試 我會直接拿去碼頭賣 還賺得多些 本身廢車回收場的任務 都不是很吸引 會不會因為他回收零件快了 而玩多些 Wordstar就死都不肯雙倍 究竟是誰員工負責這個DLC的任務 跟我站出來 那好啦 今天就來到這裡 之後來到GTA ON 還有甚麼新的update 我都會盡快把最新的資訊 打給大家 喜歡的就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另外大家記得follow我的IG 我是香口卡爾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